您现在收看的是运通财经台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欢迎收看股市将军 今天台北股市气势我觉得非常强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 今天气势非常的强 涨82点 成交1168亿 但是成交有什么 大概有25%是属于当冲量 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 这叫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 各位有没有印象 这个长黑棒 跟这个长黑棒 北韩 要四射飞弹 要打官岛 你有没有印象 那我也说过这叫停电 可是当下 各位你有没有印象 在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两个礼拜 长黑长黑的同时 各位 你去思考 两个礼拜前 你有没有曾经看他台 很多人很多人在跟你 在跟你预告 这个盘要崩了 你有没有印象 你有没有印象 你很忘记了哦 因为你看到是什么 你看到开始大涨了 你看到开始大涨了 大涨你不会怕 这边我也跟你提过 我说这样子 这样子不会怕吗 可是当你发现什么 跌下来的时候 你恐慌 可是当你恐慌的时候呢 各位 当你恐慌 你恐慌的时候呢 它又上去了 又上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股王 这是台北股市的股王 大力光 我说我解大盘 我解三档股票 都是最具有分量的 一档是股王 一个是拳王 拳值最大的台积电 随时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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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力光都过啦 同学 大力光都过啦 大力光啊 今天最强悍的就是大力光啊 但是我们不可能买大力光啊 一张要六千块 一张要六千块 一张要六百万 怎么买啊 同学 那 它如果再上去 它如果再上去的话 那指数会大跌吗 那另外一档股票 就是什么 鸿海 鸿海 鸿海稍微最近稍微什么 稍微震荡 震荡 震荡整理 整理完之后 还有没有机会 有啊 当然有机会啊 可是来到股票市场 你看看第一档叫大力光 六千块 六千块 怎么买 不要说一般人啊 不要说一般人 一差六百万怎么买 那各位 你还会想买台积电吗 各位 你会想买鸿海吗 来股票市场 来做什么 你回答我 因为我相信你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你的想法 是希望能够这样子 你的想法是希望能够在股票市场是翻身翻倍 翻身翻倍 那我刚刚提到这些大型的 全值最大的 股价最高的 这不是我们一般人在参与的 这些是相对性你可能资产有到某一个位置 某一个程度 你可能有几千万的资产 当你有几千万的资产 你要的不是翻身翻倍 你已经有好几千万了 你已经好几千万 你怎么会想翻身翻倍呢 你现在手边就有五千万 你都有一两亿两三亿的 你还会想翻身翻倍吗 你求的是什么 你求的叫什么 叫安全 安全 所以有一些股票呢 不是我们在玩的 那你常常在收看余老师的节目 我相信我也跟你告知了 来股票市场你要翻身翻倍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 你只能这么做 你只能来订枸机 就这么简单 我相信我每一个客户 每一个会员朋友 他们当初来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问号 老师 我可不可以请教你 我从来没有 我从来没有订枸机过 那你这种做法是不是很危险 你这种做法是不是很危险 同学 我跟你讲 一般你们的操作就是买十档股票 买十档股票 每一档都买一层一层一层 可是通常你买一层的股票 你不会停损 你绝对不会停损 你不会停损 但是我今天访问各位 如果你只有买唯一的一档股票 你只有唯一买一档股票的同时 你要不要设停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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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要啊 那来股票市场没有别的 你要记住 一定来什么 来市场是大赚小赔 你赚多一点 赔少一点 你才能够翻身翻倍啊 那我这些股票 你看多久了 我们今天来 来做个总整理 我相信这个 这个你有看过 你看到都快烂掉 老师 你每天都说这点 我从七月份到现在 我讲的都是这些股票 七月份 你看到都是这些股票 那我问各位 你有感觉吗 没感觉 那我今天换另外一张字卡给你看 看你有没有感觉 如果上个月 上个月 你都可以来参与 你都可以来参与 你可以来参与这些 那到今天是这个样子 我把 我把这边改成这样子 那你懂吗 你上个月有来的 大一金帽是五支停板以上 万序也是五支停板以上 这个比较少 这将近三支 这也三支多 这个也五支 这最近送你的 8月14号上个礼拜一 上个礼拜一送你的 也30% 你有没有感觉 你有没有感觉 那我有没有跟你讲说 来市场是来参与 记得 有没有 我有讲没有 我有跟你讲 我有跟你相交 我说你有来 你才能够有翻身翻倍的机会 你有没有印象 你有没有印象 那我有没有在一张字卡 曾经画了八支掌停板 我说你要来挑战 你要来挑战 你一定要来挑战 你要有这样的企图心 不是说 今天看到什么股票强 我当然知道最近大家都在什么 都在讨论 什么光什么光 讲到这个很感伤 很感伤 很感伤 为什么会感伤 因为这个市场变掉了 怪力乱神的越来越多 我不会骗各位 因为这些股票在涨 所以没有风险的问题 可是当你出了一次状况 你一定爬不起来 你只要出一次状况 你只要出一次状况 这也是什么光的族群 这边是没有感觉 因为它在上涨 你在上涨你是兴奋的 你是开心的 那当然有买的恭喜你啊 可是很多时候 往往没有买的人到后面 他认为说跌下来 这边相对可以买了 再一次又可以买了 你只要瘦一次 你只要瘦一次伤 你是爬不起来的 你是爬不起来的 同学 记住我今天讲的话 来市场上 最重要的关键因素是 你要先保住你的本 而不是跟我强调获利多少 错 来市场上你的本 有一次出现那个状况 就没了 你没有机会了 并不是每个人 跌倒了都有什么 都有另外一笔资金 再进来再来操作 没有办法的 我有这样的思维 所以我带我每一个客户 去买股票 你刚刚看到的 我说过了 我带我每一个客户 去买的股票 一定是基本面为主 但是也很多分析师 会告诉你说 不用看基本面 看基本面没好 这些老师讲的话 你把它记下来 他们说看基本面没有用 对不对 可是当股票上涨的时候 他又拿基本面 来跟你介绍说 这公司基本面是怎么样 那这些老师 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基本面没有用 那什么面有用 那有人会跟你讲 技术面有用 那有人会跟你讲 筹码面有用 余老师会告诉你 都很重要 都很重要 没有那个不重要的 没有那个不重要的 没有说 就光看基本面 那有人说 技术面不重要 我也觉得很奇怪 你技术面不重要 那你怎么看盘 你那个K线 你不用看了 你又看报纸操作吗 技术面怎么会不重要 技术面也很重要啊 那相对有些时候 我也跟你告知 我说有人在买的股票 我也告诉你说 有人在买的股票 有人在买 他才会上去 那为什么有人会买 因为营收 一定是走在营收 营收的前端 人家知道 人家会进去运买 所以我说我的股票 通常领先市场 超过一个月以上 一个月以上 那当然很多时候 你来不及参与啊 那昨天你有没有来 昨天你有没有来 昨天 你有没有来 好那昨天没有来 那我先问你前天好了 我没有跟你讲 我们先出这档股票 叫警局 你有没有印象 你有没有印象 那我什么时候送你的 我是不是跟你讲 已经过前高 63块7 那我是这边送你的 这一根 你有印象吧 8月14号礼拜一 我们的会员朋友 就是这一天买的 8月14号礼拜一 如果你没有省资讯费 你没有省资讯费 你可以跟我赚这一段 我们前天出 因为我说过了 我等好久了 不好意思 我等它很久了 我等了六天 六天过前高 过前高的同时 我一定做一件事情 先出吧 123 这三天横盘 并不代表说它不会涨 我只是告诉你说 这三天它叫横盘 那请问昨天你有没有来 昨天你有没有来 有 你有看我节目 那我有没有送你一档股票 没有遮牌哦 我有字卡 我都亮着给你看啊 你昨天有没有来 复习一下好不好 昨天送你哪一支 没有遮牌哦 我有字卡 或者是大义经贸第二 万序第二 加百玉第二 没有哦 没有第二的啊 每一档股票就那一档 没有第二的啦 股票只有一档 没有第二的 讲第二的都鬼扯淡啊 来 我昨天送你这叫环天科 有没有 这字卡我昨天都有跟你讲啊 我有跟你讲过啊 同期跟去年同期比 还成长了22倍 那你昨天有来 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你昨天有来 你有听进去 我相信你赚得到啊 我相信你赚得到啊 同学 如果 在这样的行情 你会觉得说 老师这盘能做 我们来看一下 你早上相信我的 那有没有机会去买 有 当然有机会 因为今天创新高 那我问你一件事情 我刚刚也讲说 我礼拜 我们可不可以先出一趟 可不可以 这个位置 看清楚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可不可以出 那如果有机会 可以再去布局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赚 你是不是可以多赚 你是不是可以多赚 那没有卖就是横盘 横盘 横盘 不代表它会跌 不代表它会跌 但是这个资金 资金的动能 我们可以把它移转到 再来赚这一支 这样你懂了吗 这样你有没有懂 那你要不要省资讯费 我不知道 因为每个人思考模式不一样 很多人很喜欢贪小便宜 那我不是说贪小便宜不好 很多时候是可以贪小便宜的 但是在什么 我们在玩股票 我们是钱在输赢 钱在输赢是不能够贪小便宜的 同学 很多人跟余老师操作 他们来 他们也知道 我不是全市场最厉害的 但是很多人观察我很长一段时间 都有一个共通点 他们都觉得说 余老师我发现 你的资讯真的可以领先市场 一个月以上的 好多好多这种股票 而且你都会在钱之前先讲 我想这样股票 你应该也不陌生吧 你有没有印象 有没有印象 你都忘光光的都还给我了 我有没有曾经在起账之前 刚时候才五月份 我就给你预告六月中 六月中有没有天堂二 有没有跟你预告过 可是当你看到天堂二 天堂二 天堂二 你去买天堂二 你就上天堂了 你就真的上天堂了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要买股票 你要买在资讯的前端 因为现在太 资讯太泛滥了 也就是说大家都有通讯软体 LINE FB将来加去的 所以资讯通常往往 当你知道 记住我讲的话 当你知道的同时 当你知道 一定是全市场大家都知道 不要跟我讲说 老师我跟你讲 这个我听到别人 你听到别人跟你讲 全市场都知道了 你还听别人讲 你还跟我讲 有时候我是真的不想跟你吐槽 我说这个我走就知道 你再来跟我说这个 所以来市场上 比的是什么 比的就这个 现在在市场上 比的绝对是这一个 绝对是比这个 那你会问余老师 余老师最近那个什么光都很强 对不对 光系列也都很强 那个比的叫胆势 比的是胆势 看谁有胆 谁有种 谁就去拼 但是我说过 我肩上背负的是 所有会员朋友的那种责任感 我不会拿你的钱来开玩笑啊 同学 拿你的钱来拼拼看啊 拼拼看我的胆势强不强是不是啊 那我说过我家的股票 你刚刚看到每一档股票 你只要有耐心的话 你有耐心 你刚刚看到的六档股票 最少30% 有50%起上 以上的股票 你真的要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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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一天踩到地雷的时候 我不会骗你 尤其我先跟你预告一下 未来的三到五天 我刚刚讲的那些什么什么 很热的那些族群 送你四个字 一定是猪羊变色 你不相信你就继续买 你继续追好没关系 但是你可以问我说 老师那有没有被遗忘的 当然有啊 我不是没有耶同学 你以为我没有这些 光光光之辈的 光之辈这些有被遗忘的 当然可以去找寻这种 有这种机会条件的啊 你要不要猜 因为我昨天 我昨天是送你 环天科你也不敢买 对不对 那你猜一下吧 我说过我家东西 我都会有这个东西 叫字卡 猜一下好不好 猜一下来 猜一下 有空来猜一下 这是月线哦 我说它是叫被遗忘的光学股 这边是110块 110块的股票下来 目前四字头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同学 这一档 这一个K线是月线 月线的底部是报历史天亮 这是底部 还是高部 还是高档区 这应该是底部吧 底部报历史天亮 底部报历史天亮 毛利率高达45% 连5G走洋 可不可以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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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档股票你一定知道 你一定知道 那我把它掀开你敢买吗 我把它掀开给你看好不好 你敢不敢买 我不知道耶 我不知道 第二阶段回来我掀开给你看 但是我说过 就算我掀开你也不敢买 我掀开你 你买的那个张数 也不是我希望你买的张数 因为我希望你是什么 是全心全意来 全心全意来重压 全心全意来重压 你才能够有翻身翻倍的机会 就算我待会把这档股票 待会我把它掀开来给你看 我把它掀开来给你看 那你又买一张两张 那你要赚到什么时候 你要赚到什么时候 你要赚到什么时候 对不对来 我知道你很有诚意 看清楚 一定要问 因为这是叫破天荒 因为我知道你想叮枸枝 你打来问到年底 只要多少 而且这个这个很有趣喔 这个非常有趣喔 这个非常有趣 为什么 我讲比较难听一点的话 这个数字是你今天你可能 一不小心输掉的钱 一不小心 一不小心 你今天不小心输掉的钱 你输掉今天 你今天输了多少钱我不知道 你今天输掉的钱 你都可以来跟我订沟机到年底了 你要问 你要问 中场那个资讯 你把它看完 电话拨通 才能够成为赢家 我们正好先休息一下 大家马上回来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眼部 三 稳住 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好 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一个专案 因为余老师知道 很多人很想跟我做订沟机 但是就是很多很多想法 今天你只要负担188 188 每个人都负担得起 这是最低 最低的门槛 最低的一个费用 最低的一个成本 188 我服务你到年底 你只要负担188 你就可以跟我订沟机到年底 请你来电 022369333 022369333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 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不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添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迷迹 Choose your online 额排气密床 家福是全台湾 第一个投入儿童保护工作的基金会 30年来 家福透过专业的社工服务 帮助超过2万个兽女儿 我是钢铁V VVM苏轩 邀请你一起加入 用爱包围兽女儿服务计划 保护每一个孩子都可以 好好的成长 好好的被爱 家福服务专线 0800 07 8585 好 来帮各位追踪一下股票 来看一下这样的股票 今天不错 今天不错 非常不错 来 持续再往上垫上去 你要特别留意 随时会 随时会上去 随时会上去 那我说过 我们在操作股票 你要知道你买的是 什么样的股票 你不会怕 就像我昨天只介绍这张股票 这张股票 它基期够低 它跟特斯拉有关系 它是特斯拉的供应链 跟核大有关系 七月单月 跟第三季 非常的可怕 这张股票 它只要每一次的出量 就往上走 一出量就往上走 一样 每一次都没有例外 没有例外过 没有例外过 那你跟我操作 你跟我操作 你跟我买的都是什么 都是营收 财报 非常漂亮的股票 你看过这些股票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你现在有没有感觉 但是我希望你来 为什么要来 这个你要来 问问看 你要来问 问才会有机会翻身翻背 你没有问没有办法 我昨天也送你股票 你也不敢买 我昨天送你环天科 你敢买吗 那我说话算话 我送你一档 今天再送你一次 被遗忘的光学 我明天再来跟你介绍 它的基本面 帮我放大一下 今天送给你 把它代号记下来 5230 雷迪克 给我圈图 你可以把这个拍下来 我说这是月线 月线底部报历史天亮 月线 这是底部啊 这不是底部 不然是什么部 底部报大量 记住这张字卡 记住这张字卡 我相信我是一个 很敢预告的老师 你看大来 没有人在跟你预告的 没有人在跟你预告 打开先牌都很准 先牌都很准 但我希望你这么做 不要省资讯费 把电话拨通 我说过 你今天可能输掉的一部分 你先输掉的 你都可以来跟我 订口气 跟我可以订到年底了 你为什么不来跟我拼 你当然要来跟我拼啊 你拼才有机会啊 我也说过 你那些用不完的没关系 我讲多次了 用不完 我帮你吸收 每天看政军的节目 每天看政军的节目 相信我 相信我就 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身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好 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一个专案 因为宇老师知道 很多人很想跟我做订口气 但是就是很多很多想法 今天你只要负担188 188每个人都负担得起 这是最低最低的门槛 最低的一个费用 最低的一个成本 188我服务你到年底 你只要负担188 你就可以跟我订沟机到年底 请你来电 02 236 9333 02 236 9333 我们下期见 投资的制胜关键 您需要领先的资讯 精准的分析 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 大来国际投顾 请直播 02-2365-9333 02-2365-9333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命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拒绝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影迹 Choose Your Own Life 额排气密床 这个世界太可怕了 如果我放弃 学恶就有你 每一场精彩的演出 都有一群专业的团队 在后面支持 每一位创业家的舞台上 也有一群专业的团队 在后面相挺 创业市场大秀 我们总是在你背后 创业圆梦 我们挺你 当我们同在一起 分享幸福更easy 善用3C 幸福3T 教育部关心你